2022年米其林指南將高雄納入評鑑 而高雄觀光局特別企劃了 二零二一大港吃鍋比賽 要選出在地的鍋王 其中在麻辣鍋部分呢 全台灣已經有十四家分店的老四川 那麼就直接以花椒紅糖涮肉 還有呢麻麻串店家引進了重慶的串串鍋 把肉串蔬菜串直接放到麻辣湯裡面 而另一家春席打邊爐 則是把麻辣鍋結合了牛奶鍋 創造不一樣的味道 五股牛小排肉片放入麻辣湯中 涮一涮放入碗中入口即化 養生湯則是適合燉煮蔬菜 人生紅棗燉煮出的白湯 可以紅白湯調和溫潤入喉 全台已經有十四間分店的老四川 加入大港吃鍋大賽 要與其他店家爭奪過往寶座 麻辣鍋的話是花椒跟麻椒 燈籠椒炒製出來的植物性油 牛小排的話我們是建議下鍋 五至七分手 它本身的話就是油脂分布 比較均勻的肉品 它的麻過麻 那是可以接受的辣度像 同樣標榜川味 這間麻麻串 富科成慶串串串鍋風味 以二十多種香料 搭配滿天心等多種辣椒 再放入肉串 蔬菜串 鮑魚 龍蝦等海鮮 這間麻辣鍋的特色 是以串魚麻辣鍋的湯底 再搭配上肉串 不用到大陸 也可以吃到到地的重慶串串鍋 蘋果王春席打邊爐則是端出招牌的 麻奶鍋迎戰 以牛奶中和掉麻辣的嗆辣 蒜肉不必再加醬料 就風味十足 搭配拉麵更對味 廣受年輕人歡迎 讓你覺得有點麻麻的 但不會太辣 那如果你喜歡吃重口味的 這個拿來蒜肉 真的是你會吃到那個湯頭 是真的是不錯的 它是不同於麻辣跟牛奶鍋 我們是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這個的話我們就用上等的麻膠下去做拌炒 所以它喝起來會有點麻麻的 但是又不會辣喉 所以它是可以喝湯的那種 搶高雄十大必吃國務寶座 麻辣鍋各出其招 吃香喝辣的同時還得注意養生 才符合現代人需求 記者柯鳳怡 楊忠銘 呂忠仁 高雄報導